盘典雍正王朝十大精明人物 上第十名李德权 李德权作为康熙帝的贴身太监 为人绝顶聪明且十分圆滑 他深知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也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说话 什么时候一句话都不能说 比如在康熙去世的那一夜 身为贴身太监的李德权 一定或多或少知道一些传位诏书的内幕 但面对老八的质问 他把自己当成透明人 一个字都不透露 也正是因为李德权的智慧和忠诚 才让他免于陷入九子夺底的漩涡中 并且在雍正帝继位后 继续担任总管太监 因为雍正帝深知李德权的本事 其实在雍正王朝这部电视剧里 像李德权这样的智者还有很多 第九名张五哥 张五哥本是江夏镇的一名汉人农民 因为一身高超的武功 再加上康熙帝的赏识 让他成了康熙帝的带刀侍卫 张五哥深知半君如半虎 所以他表面上看似汉厚老师 实际上却一肚子心眼 比如在一次雪地散步时 康熙问他皇子中谁最好 张五哥一秒都没考虑 张口就回答是十三阿哥 康熙帝误以为张五哥这样回答 是因为十三救过他 但张五哥接下来的回答 震住了康熙 奴才绝不只是因为十三爷救了奴才的命 奴才才会说十三爷对我好的 因为十三爷为人心怀坦荡 行侠仗义 从来不暗中算计人 所以奴才才说十三爷最好的 哦 你认为他最好 那么也就是说 因为这场真话 让张五哥获得了康熙帝的信任 其实康熙帝还从张五哥的话里 听出另一层含义 好人不一定适合当太子 这个好人指的可能是表面老师的老二 也可能是号称贤王的老八 甚至是看似不争的老三 张五哥一句话帮了老四一伙 还顺便打击了对手 第八名李卫 李卫早年出身贫苦 在电视剧中第一次出场时 穷得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 但就是这样一个大字不识的底层穷乞丐 在几年不到的时间里 摇身一变成了威震一方的总督 就连雍正皇帝都对他言听计从 他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李卫一直被雍正当成一个执行人 比如当雍正得知暗杀红利的人 竟是红石的手下时 他直接询问李卫该怎么处理 李卫先是推辞一番 什么事奴才都能帮主子办 这事 用在我 没法说 朕知道 朕不该问你呀 果然 雍正听完李卫的回答 感到十分贴心 开始讲起曾经骂他的事 李卫明白雍正很憋屈 立刻表态要为主子出气 主子 你把这条疯狗交给奴才 我把他的眼 一颗一颗拔下来 其实说真坏话的 有了这些交信的话 李卫这才看似 无心的指点雍正 拿康熙帝放任九子夺敌 当反面教材 随口一说 郑重雍正心思 雍正立刻明白 几天之后 红咒惨死 第七名 图里琛 如果说张五哥是个大致若愚的汉人 那么图里琛就是张五哥的翻版满人 图里琛是狱前带刀侍卫 看似傻头傻脑 却往往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都饱含深意 康熙49年 康熙帝前往热河秋炼 晚上喝了露血的康熙 赶到宁谷塔 正准备和郑秋华来一场爱情鼓掌 不料发现 太子正在塔内给他编绿帽 图里琛先是假计尿顿 装作不知 后又故意掐死 太子贴身太监 这两件事做下来 祭灭了口 还掩盖了失察之罪 让图里琛免遭康熙责难 图里琛不但有谋略 而且有胆识 在他以钦差身份前往山西 复查诺敏窥空案时 诺敏仗着自己是地头蛇 又有雍正清风天下第一巡抚的名头 想要阻挠图里琛检查 图里琛直接脱下衣服 变数刀疤 当场镇住现场所有官员 在 把你们的上衣统统剥去 第六名 雍正帝 本名应征是清朝第五位皇帝 同样也是清朝入关后第三个皇帝 雍正一生腹黑 这一点在电视剧开篇时就体现了出来 镜头一开始 一副对联映入眼帘 表征万邦 慎觉身修私勇 红夫五点 无情民事为难 康熙皇帝的这副对联 体现了一个忠心思想 那就是重视名声 但是所有皇子中 只有斯阿葛应真 看透了康熙的心思 一次江南水灾 让本就空乏的国库雪上加霜 太子准备获悉尼 被康熙一句话毙掉 笨蛋太子直直屋半天 一句话说不上来 这时候贤王老八登场了 先是夸了皇帝 最后得出结论 这次灾情是夸大 随便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可老四就在这时候出场了 他将户部亏空的事报了上去 要知道户部一直是老八的掌管 户部亏空 老八的责任肯定最大 刚给老八上完后会学的老四 趁机再给老八上一节 让他知道什么叫实干家 他这时候主动提出去震灾 依然在康熙心中再加一分 蜘蛇